最近有位武术爱好者从小学生口中得知 本人是个习武的练家子 于是发来一段寸拳隔山打牛击碎砖头的视频 他想知道为什么寸拳会打断后面的砖头 而第一个却毫发无损 同时还发来一段狙击枪射击砖头的画面 发现砖头是从弹灼点向后破碎 反而最后一块没有击碎 因此该网友认定 寸拳隔山打牛的威力大于狙击步枪 并希望进一步了解成因 为此我们就来做个实验 将砖头悬挂在半空 让表演者运气发功 一拳打在砖头底端 由于瞬间的冲击力 使上方的置心来不及加速 导致砖头在冲击载荷下产生正面拉伸 背面压缩的弯曲趋势 从截面看 这一趋势造成截面一侧 出现了抵抗拉伸的拉硬力 对面则出现抵抗压缩的压硬力 不难发现这些反对称分布的正硬力 对既不拉伸也不压缩的中性轴 力举的积分 就是砖头收到的弯曲 当弯曲足够大时 抗压而不抗拉的砖头 就会正面首先断裂 因此表演者击打砖块下策时 会发现断裂是从第一块砖头的正面开始 并向后依次进行 既然如此 这种后面砖头先断裂的隔山打牛 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经观察发现 出现隔山打牛时 击打位置都在砖头中间 看来其中必有奥妙 于是我们把三块砖头 用胶带缠住 还是挂在原位 发力击打中间位置时发现 虽然砖头收到的弯曲很小 但冲击载荷 使材料质点受到了压缩扰动 开始以介质的音速向前传播 造成材料内的压缩硬力 跟着扰动传递 形成压缩硬力波 但砖头抗压强度很高 并没有发生断裂吸能 于是硬力波以很小的损耗 穿过几个砖头到达背面 在砖头和空气形成的自由界面反射 使压缩波变成了膨胀波跑回来 这时膨胀波扫过之处 戒指变得稀疏 向外膨胀 造成界面附近的材料 在拉硬力下断裂出现祸口 同时射向拐角处的压缩波反射后 形成两股迎头的膨胀波 又使拐角处的界面被拉断 形成祸口 这被称为反射锻炼 这些祸口又形成了新的自由界面 使反射锻炼不断向内扩展 期间砖头通过断裂锡能来损耗压缩硬力波的能量 等裂到第一块砖的背面时 反射的膨胀波已成强弩之末 于是反射断裂中止就变成了隔山打牛 所以这是力道不足的表现 并不代表功夫更高 而一颗超音速飞行的步枪弹丸 则会在装击点制造十分强大的硬力波 以至于材料的压缩扰动和硬力不再呈线性关系 此时的硬力波表现为超过介质音速运动的激波 由于波面具有了极强的压缩性 根本不需要拐弯抹角的反射断裂 直接就将扫过的嘎崩萃的砖头撕碎 因此破碎的起点是从撞击点开始 而且随着弹头向前轻撤 残暴的激波也一路势如破竹 但击碎前面几块砖头后 弹头动能不足 激波能量减弱 以至于最后被轻撤的砖头碎裂瓦解 将激波能量完全吸收 也就是通过本购吸能保护了后面的砖头 因此虽然都是击碎了砖头 但从砖块断裂吸能的破碎程度和东京大小可知 寸拳硬力波所制造的反射断裂威力 和弹头清撤时激波的破坏威力 根本不在同一个境界 如果硬是要相信隔山打牛的力道 强于狙击枪弹丸 那就如同相信我能打倒拳王泰森 对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